这次十九位港星,你认识几个,曾经最爱的他每是千篇一律,还是与众不同?在流量明星和小鲜肉们无脑罢屏的年代,你是否会想起,曾经最爱看的他? 1998年,吴彦祖被杨凡导演选中,揭拍了个人首部电影《美少年之恋》,影片中他饰演帅气十足的同性恋警察Sam,那是他和冯德伦的一次合作。 多年后,吴彦祖再次与冯合作综艺,表示当年合作的并不愉快,原因是冯德伦嫉妒他,觉得自己长得美吴彦祖帅。 1987年,张国荣凭借电影《倩语幽魂》,让韩国、日本、东南亚的观众们,都知道了中国有一个风流倜傥的书生,宁采臣。 后来拍纵横四海里的《枪战镜头》时,导演吴雨菲说,看张国荣滚来滚去多漂亮呀,所以我就一直拍一直拍,让他不断的滚,我们就在边上欣赏。 1999年,林峰以主持人兼记者出道,同时在《碧血剑》、《壮王宋世杰》等电视中跑龙套。 这一切,只是因为,他不希望别人只看他富二代的光环。 至于他的背景,江门之后,多才多艺,16岁时保利金亚太区总裁亲自签他做歌手,同年,靠入厦门大学建筑系,并获得厦门大学十大校园歌手,第一名。 白骨时期1994到1997年的古天乐,一直都被封为颜值标杆,无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还是脸型轮廓都很标致,皮肤白景,还附加一对精灵耳,完美。 后来,男神黑话,主夜从一个靠脸示范的演员,转变成一有钱就见希望小学的汤丸兰岳代言人,少侠,珍杰富济平也,从无剑到李的小跟班,到摄影界的祖师爷,有些人,即使不在江湖,但江湖会议只有他的传说,早在杨幂成名之前,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过, 自己伴恋谢霆锋,2000年的谢霆锋,火遍中国,被称为当时中国最帅男人,自在冷酷,气质无人匹敌,试问华语演谈,谁可以达到他的气语不凡,绝代风华,让Fans们毫无怨言的南征北战,谁又像他那样对演艺事业,几十年如一日,鞠躬尽瘁死而后已,不看张未见, 你永远都不知道何为演技,四大天王的霸主,唱歌好的没他长得帅,长得帅的没他会演戏,会演戏的没他长得帅,真正的帅了一辈子的男人,黎明年轻时候从来没有大红大紫,反而依靠独特的痞子气质, 在香港影坛成为一道靓丽的反派风景线,一直记得吴老大的名言,出来混的,错了就要认,被打要立正,是何以生肖默中,千年修德的完美恋人何以称,是天龙八部中金英笔下的,第一英雄小峰,出道至今,钟汉梁全是了六十多个角色, 他,是极大众认知,实力,人气于一身的艺人,他长情,二十年来从未退出过公众视线,他长情,与任勇怡相恋十八年爱,情长跑中的开花结果,没有大红大紫,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温度,在陆小凤传奇里,他一个人的演技就撑起了一整部剧,此后人们谈到陆小凤,只会想到张志玲, 赌神,小马哥,喜文强,发哥的气质无人能及,一正一邪,从喜车小弟到影帝,你与发哥的距离,就差一个发哥而已,有人说,帅哥有两种,一种是金城武,一种是金城武之外的所有帅哥,他,简直是人类颜值进化的最顶端,最帅的段玉,最帅的哪吒,最帅的技工, 如果说古装剧王子不是他,那又会是谁呢?曾经很多人都演过令狐冲,比如李亚鹏,霍建华,任贤习等等,但是最经典的令狐冲还是吕宋贤扮演的,就连金庸老爷子也是这样评价的,什么叫,斯文勤兽,就是每次看吴启华, 既觉得他肾虚,又觉得他满脸幸运的样子,最完美的烙矮,眼角眉梢都是风行,最有风度的雍正,英伟而不百正,最迷人的唐风,每个眼神都像是在放电,和他同时期的男演员里,没有他帅的,都红了,江华,完美符合了PVB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, 也许是因为他在音乐方面过于夺目的成就,大满贯式的神级歌手的身份,完全掩盖了他在电影表演方面的天赋,那个被歌神耽误的影帝张学友,当时看他的,问君能有几多愁,他演李玉,我内心是觉得,哼,一个眼消失一郎的,还能演这么温弱的书生,然而,他,真,演,的,很,好, 后来看步步惊心,心里觉得,哼,一个眼文弱书生的还能演赴黑雍正,然而,他,真,的,演,的,很,好,秋冠年轻时,是气象万千的,纵观港台影视男艺人,大象挺拔俊朗的梅他英气逼人,大象英气逼人的梅他风思绰约,大象风思绰约的梅他挺拔俊朗, 他就是那个年代的秋冠,他是楚留乡,是张无忌,是陈家洛,是乾隆,郭靖,乔峰,大哥永远都是大哥,说他是国内的潮流教父,应该是没有疑问的,潮男于文乐的穿搭,聊妹必学,有一年,一个呼和浩特的华米写信给华仔,说自己家穷,看不起他的演唱会, 问华仔下辈子能不能不要改名字,还叫刘德华,下辈子可能就有钱去看华仔的演唱会了,所以老大在07年的演唱会就定在了呼和浩特,华仔说,他下辈子不改名字,还叫刘德华,有的人,靠眼睛就能演戏 梁朝伟,一个单靠眼神就能秒杀一切的演员,在中国,没有看过周先生同学电影的,怕比找恐龙还难,把当年的郭富城放到现在,我大中华地区数亿各种俯女齐发功,郭富城能不能报了所有韩国欧巴? 当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,别人和我说,小林是第五天王,是最帅的,现在,我都觉得自己老了,电视上在看见她时,想死,虽然这些年,港台剧已经过气了,但依然庆幸我们小时候所欠赏的,都是未受寒流影响的颜值, 自然而不做作,看着她们长大,看着她们变老,童年过去了,那个纯真的年代,也一去不复返了,不复返了